來 歡迎收看今天的 霍利方城市 在颱風假後的第一個 假期日的假選指數 中台上漲28點坐收 來 經過了三天假選指數 在9335的低點 經過了三天反彈 這個價差已經拉高到200點 而且三天可以收穩9335之後 我認為從今天開始 大概可以跟所有投資朋友 報告就是說這盤穩下來了 可以做多了 我們現在要趕快去積極 找到一些做多的標誼來佈局 我認為接下來 最好做的一個行情 應該是第三季當中的 8月份跟9月份 我為什麼有這樣一個看法呢 我會相信在今天的節目 跟大家做一個解析的一個動作 好 這個是7月22號 有可能要收放颱風假的前一千 廖老師告訴大家就是說 其實這盤市格局 我已經跟大家報告9478 以電子內股指數 這麼大的一個缺口來看 9478絕對不是壓力 那當天已經站上9499了 所以這個盤市格局 根本已經沒有任何壓力了 那你期貨的三比多單 你還是要報勞的流昌 我們甚至於在禮拜二的一個時刻點 早判的時刻點 刮100點市價加碼 連選擇前我都是做多 進行一個加碼流昌一個動作 結果來 菁英加全指數 在颱風當天 休假的一個狀況 國際股市普遍都還是 溫和地往上去做個掌聲了 來投資朋友 這個是台子期貨今天收盤 已經來到9469了 短短三天的一個時間 從934一個多單到今天的位置 三天已經拉開145點一個價差 選擇前一天已經大賺了五成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 其實從整個7月份以來 大盤其實 它其實是一個橫向盤整 沒有漲沒有跌 可是投資朋友你知道嗎 這個是金融內股指數 今天噴出來的1113大點 向上噴出了一個位階 當所有人都告訴你說 電子是重點的時候 都根本沒有漲喔 可是這個是劉老師告訴你說 要重壓大買資金的金融股 噴出創下的波頓興高 所以這個趨勢上面 主身段的一個走勢已經確認了 來 這是金融期 今天收盤來到1108大點 因為有逆加差的關係 可是如果你可以在970 重壓佈局到今天為止 大賺138點 好 期貨就算是你從最低點買到 漲1000點 一口的一個多單 大概是賺1000點是20萬元左右 可是投資朋友 劉老師跟大家報告 如果是以金融期 你一口10萬元保證金 你只能買一口大台 可是你可以買三口金融期 來 一筆多單是賺了138000 如果同樣資金的比例 你是賺了41萬 所以劉老師一直跟大家形容說 如果方法對了 你知道有一些比較新的商品 你等於這個加權指數 你已經賺了1500大點 加權指數已經上萬點 好 那這個盤四格局 劉老師告訴大家 主身段 有機會你還是要進行一個切入的動作 那這些選擇權呢 收盤已經來到132點了 一天的時間大賺5成 這是狂賺40萬 這個是三天的時間 拉開一個波段轉的高點 大漲145點 回想三個交易日之前 市場的所有媒體告訴你說 這個盤四格局走空了 要砍在這個波段低點了 類似像這個 4月28號加權指數回測 8671的位置點 好 那所有分析師都告訴你說 股票我當天又砍光了 盤四格局過關又告訴你說 我手上又有股票 其實只是你有沒有掌握對的方法 這個盤四格局我想 如果你還不曉得 怎麼樣布局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再過兩個多禮拜 馬上要父親節了 那我今天有一份 父親節的禮物要分享給大家 你還不曉得 怎麼樣布局的投資朋友 那要是這份父親節禮物 你一定要好好掌握 好吧 你可以看到今天收盤價 已經來到9527點了 我認為可以做多了 因為已經三天不破低了 已經三天這個盤四格局不破低了 所以接下來你要開始積極的去布局 我認為8月8號之前 這個盤四格局 8月10號有營收公佈 8月14號之前 電子股當中有些半年報 基本面很好的股票 會從這裡向上噴出 好 那你現在就跟著劉老師趕快領先市場 市場 市場還看不到後續的趨勢 性的方向 誰的財報會好 跟著劉老師一起把這些股票 趁著利空的時候 重要大買起來 你就跟指數一樣 你會成為市場裡面的大贏家 好不好 劉老師為什麼今天另外一行測標 跟大家講說 湖頭若是故後齁 不怕湖北做紅胎 在這個颱風期間 當然還是有一些很遺憾的事情發生 包含 復興航空的一個空彈消息 包含了這個 精神武術 在颱風天的一個狀況之下 這個倒了下來 那我為什麼要跟大家聊 這個盤四格局 我這一行的測標這樣子寫了 其實這個盤今天可以走得這麼強 今年以來 台灣的股市是全球裡面最強的一個股票 為什麼 其實是因為基本面有非常扎實的基礎 我們加權指數才有辦法在今年 易於國際股市 易於全球那麼的強勢 今年如果全球要找到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投資標的 最強勢的主軸 你經過了過去半年來審視 最強的是我們台股 那我認為這個漲勢都還沒有結束 好 廖老師是不是在禮拜二收盤的時候 跟大家講到 國泰金94塊錢的故事 好 同志朋友 今天國泰金的一個收盤價 已經來到53.1塊錢了 一個倒狀反轉突破之後 向上噴出 這是一檔1196億元 好 沒有還息之前 你沒有把這個息值 這個是沒有還息喔 買這43塊錢收盤來到53.1的話 一張你可以賺10塊 好 等於買了100張 你可以扎扎實實的重壓大買 你想要買1000萬 你要買2000萬 你想要買1億 你想要買2億 你想要賺多少 由你自己決定 總之一張賺10塊 好 重點是好的股票 好 利空重壓大買 手頭若是顧貨財 不怕手買做紅台 今天國泰金可以這麼強 今天加權指數可以這麼強 不是劉老師 因為開盤八法 把這個盤喊起來了 好 不是劉老師告訴你說 台積電過去跌零板的一個位置點 都是波段起漲點 這種技術面因素漲起來的 其實我們今年加權指數 這些股票可以這麼強 都是因為台積電的基本面真的太好了 國泰金的基本面真的太好了 這個股價都還是遠遠低估 好 那我為什麼跟大家講到這個問題呢 如果你可以跟國泰金的獲利狀況 這麼穩健 像大榮數一樣跟扎得穩穩固固 牢牢靠靠的 這一檔股票要不要今天噴出大漲 好 同志朋友 這倒撞反轉 半年的一個大底真是突破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波段的行情 好 我認為只要有幾項條件 我跟大家報告的這些 包含服貿啊 包含接下來在國外的這個 普通產投資啊 這些利多都還沒實現 好 只要我跟大家報告這些中長線的 一個利基的題材一一實現 它絕對是有一些條件 可以去挑戰歷史高點的 好 問題是 國泰金就算漲到94塊錢 你現在不買 好 你不撐著利空買 未來漲到94塊錢 跟大家加有什麼關係 好 所以投資朋友 這個盤式格局我想最後 好 廖老師再繼續去聊這盤式格局 我會跟大家報告 等到廖老師把這三點談完之後 好 你會發現到最後 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選股票 選基本面好的股票 好 選基本面好的股票 好 重點是什麼呢 利空的時候 重壓大買 好吧 好 關於大盤 廖老師會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我說可以買的 第一個 來 電子類股指數三天不破低 今天日KD的黃金交叉正式出現了 好 那所有的結構問題 在電子股的話 電子股的修正 整個7月等於說 嚴格來說都是空投時間 好 好 可是經過了三個禮拜時間 修正已經落底了 那今天日KD正式轉折 轉向上 所以廖老師說 這個盤式格局要看三天 我們看了三天之後 我認為今天最弱勢的電子股 已經確認要開始不斷起漲 好 這是第一點 好 那至於分時指標走勢 我說空手心會沒有 再等一下 你如果錯過前面低檔區 趁著7月18號不論股票 好 這是7月18號 價錢指數下殺到9335 劉老師市場唯一裡面告訴你說 一開盤我們就重壓大買14比多單 11檔電子股加3比7 或者一個多單 好 當天開利走高 好 股票利用空 重壓大買 這個盤式格局9478 還沒站穩之前 兩低不破低 先右空 未來只要站上9478 這盤式格局就軋空一波到底 好 劉老師是唯一告訴你說 9593被高點 這盤式格局再長50點 就創新高了 好 所以當天你要重壓大買 如果不是因為當天發生了 這個烏克蘭境內 飛機被擊入一個利空消息 道瓊工業市場大點120點 我絕對不敢帶我的會員朋友 一口氣這樣重壓大買 好 可是剛好找到了一個 非經濟面老盤因素 劉老師當天就告訴你說 9593被高點 再補個成交量 這盤式格局就噴出了 就開始軋空了 好 告訴你說這個位置點 93241點以下要重壓大買 好 不論期貨 好 不論金融期的部分 這個就是當天我們還甚至於直接 其貨的部分買到三筆 好 所以等到禮拜二的時間 休假之前 也許你還在擔心 好 劉老師告訴我 劉老師的會員朋友說 其實這盤式格局不是 這個劉老師的開盤爸爸多厲害 好 波浪理論335破底穿頭 咖空一波到底多強 重點是我們台灣的個股 基本面太漂亮了 9593絕對不是這個波段的高點 好 來 主金庫或者是行政院 景氣對稱的信號創新高 外銷訂單創新高 10月裡經濟數據都顯示 台灣已經非常穩堅的好管 今年要破山 這盤式格局絕對沒有問題 多方其實已經完完全全掌握了盤式格局 好 所以我們說 從9593以來回檔 是一個335破底穿頭 根據過去的經驗 這盤式格局 多頭的架構其實完完全全沒有破壞 好 台積電跌停板都是波段起漲點 聯發科率先表態轉強 連過去我們台灣 這兩年加權指數壓抑的因素 最重要的是PCMB的族群包含紅機 等寶 偉創 那整整壓抑了3年了 可是今年已經見底回升 其中第二季全球市場回升的紅機 預估台灣區的營收包含手機 平板 MB 第三季將成長高達4成 好 這個是禮拜二的盤號稿 接紅機噴出漲停板 好 劉老師是4月28號 價錢指數跌到8671的時候 跟你報告這兩股票的 還有呢 5月中旬跟所有觀眾朋友報告 我還把他公開當成端午節禮物送給大家 這叫0061的保護身 其實禮拜二的時間 劉老師自考已經準備好 時間不夠 我沒有跟他報告這兩股票 好 禮拜二收盤是在11.8 已經突破3個月大底 好 長期我認為還有漲1倍以上的實力 好 我不是禮拜二才跟會員朋友報告 好 劉老師從5月6號從4月28 我就跟他報告上陣 好 現在的股價淨值比 是1.5倍的股價淨值比 好 上陣指數現在的本益比是14倍 過去歷史平均 股價淨值比是3倍 過去歷史平均 本益比是28倍 我只要回來歷史平均的一個水準 入股保護身 從這裡買都要大漲噴出1倍 好 等著朋友來 這個是0061的保護身 好 今天噴出大漲 而且等一下我們回來講這兩股票 我認為中概股也有機會了 帶一個跳空缺口做這個整理平台 好 重點是 保護身噴出 宏基噴出 你不趁著利空嘛 那今天的漲停板 今天噴出跟大家有什麼關係 好 所以 劉老師今天跟大家報告說 這個談四格局呢 下一波該去布局的一個主軸 我今天跟大家談保護身 其實不只要跟你講入股 重點是要跟你報告一張股票 叫8044的網家 下半段時間回來我會跟大家報告 好 我今天要跟你講宏基 其實不只是講宏基本身 我要跟你報告的是一檔股票 叫做3474的華爾科 好 如果低潤的一個族群 最弱勢 因為過去都是供應PC 供應MB 是最重要的營收來源嘛 今天喔 宏基都已經噴出 整個波段最大的成交量 MB 匹級大台 你認為華爾科今年的漲勢值 到60塊錢這裡為止而已嗎 那這些股票到底怎麼樣看 好 下半段時間 劉老師會跟大家報告 可是 劉老師跟大家報告 好 投資朋友 今年這一個波段的行情 最重要的重點是說 好 來 產業的基本面太好了 好 產業的基本面真的太好了 再剩四個月就要選舉了 好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好 投資朋友以往選前的兩個月 由於政黨的關係啊 由於這個選舉的因素啊 這個選前兩個月 反而是盤氏格局 會有一些很無焉障氣的訊息出來 那根據過去歷史的一個經驗是 好 最後兩個月盤氏格局 反而比較難做 好 可是真正選舉行情 最好做只剩四個月了 好 第三季式全年基本面最好 電子 金融都一樣 理論上面 八 九月要找到 加權指數噴出的高點 好 那今天已經7月24號囉 好 那剩下8月9月 好 所以我認為 第三季最好操作的行情 就是8月跟9月 你錯過這金融股噴出這段行情 都無所謂 接下來8月14號 8月10號之前 會有電子股的極優好股 帶領這盤氏格局噴出 好 所以不論期貨 不論選擇權 你還不曉得怎麼樣布局的投資朋友 那劉老師說今天有個活動 在8月8號之前 我希望如果你想要替自己 加薪場紅包的投資朋友 替自己的父親 買好一點的 父親節禮物的投資朋友 你當然不要等到 兩個禮拜之後 父親節你再來布局這個股票 好 今天是這盤氏格局 正式指紋的第一天 如果想要領到父親節禮物 今天你就要卡位進場布局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還不曉得怎麼樣布局的話 好 劉老師說我們就鎖定接下來兩個月 那關於這個折扣內容 法令規定我不能把折扣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跟報告 可是我這個88專案 父親節專案 如果您擔心的是沒有辦法去 這個價格的一個問題 我想這個88專案 你覺得是不能夠再錯過了 好不好 我們可能幾個季度 才有一次這樣的一個專案 錯過這一次 你再等一季 錯過這一次 你就再等一年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88專案 我月底就要結案了 那這個詳情內容 你可以直接下去 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好不好 那休息兩分鐘之後 再回來 病菌的傳播總在無意間 下班後享受幸福時光的同時 別讓病菌無意間 也危害自己最親愛的家人 用肥皂請洗手 守護最親愛的家人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部都有期貨 股票 雙震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之前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頭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頭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頭顧 固得頭顧 當您投資失利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頭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震照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頭顧 固得頭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附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最記憑啊 相用記憑啊 五分鐘 噴出 好了啦 我們現場 上半段時間跟大家聊到這一檔股票 是2353D紅機 其實最主要 今天紅機會相當噴出 最主要是 在接下來 7月的31號到8月4號 剛好有一個台北國際電腦展 最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像 7月28號群眾號法說會 然後25號雙反的一個出判 最重要的是7月29到7月30 美國FED的一個利率節奏會議 可能在接下來會 成為國際的股市當中一個 短期的一個變化因素 好 可是收會議電腦展 一個概念股的狀況之下 紅機今天就噴出了 重點是紅機噴出你要買什麼 好 紅機它漲上去 MV族群 包含前一次劉老師在4月下旬 跟大家講紅機的時刻點 最主要就是希望提醒你 如果紅機大好 華亞科絕對會遠遠比你想像中的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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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亞科從27塊錢 紅機從18塊錢 好 今天紅機只是創下了這個波段以來 第三根掌底蠻新高 取出一個主身段最大攻擊量很少 這個主身段才剛剛的出去喔 好 可是如果紅機好 有哪些族群會遠遠比紅機 還要好 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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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趕快把這些股票挑起來 好 我認為如果你跳到這面像 即便這個時候買 都還要大賺五成一倍 那你曉得要買什麼嗎 好 PC 低論 相關的記憶體 還有哪些新的股票 好 劉老師已經幫他挑出來了 好不好 好 重點點是好的股票 要懂得利空重壓大滿 好不好 好 這是保護生 其實我們剛講到FED 現在接下來的五個交易日 全球股市包含美股大概不漲不跌了 因為你不必擔心他重錯 根本不會有漲跌了 因為大家要等待立立決策會議 好 這個空商期間 國際資金會往哪裡走 今天非常明顯 入股接棒演出 好 那劉老師從5月6號 從4月28號就跟你預告 中概股當中保護生的一個向上噴出 2020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 第一大的一個經濟體 那要懂得在利空的時候 這是今天我告訴我的朋友們 我買了 就是當作存股票 我不會叫你出 我也不打算叫你出 好 你股票可能華爾科 一張賺了27塊錢 那你就撥其中的一兩張的資金 你就當作是存股票的方式 買個一兩張保護生放著 定期定額投資 當成自己的退休基金 好 其他多餘的資金 我們做短線的強勢股 但是你也要替自己存一些股票 好 我當初這樣跟大家報告的時間 在什麼時候 這個是原本在22號跟大家報告的 這個是5月上旬 六老師在講金融、福茂、網路概念股的時候 好 因為我當初要跟你講到 這個中概股 最主要是要跟你講這張股票 好 福茂概念 新中概股的體財 8044的宏家 我們今天早上在300塊錢這個時候 直接加碼一成的資金 好 結果尾盤幾乎噴出掌停板 好 可是重點是 如果你看到保護生要噴出 好 你看到中概或是接棒 肺的利率結束會成為全球資金進出的主軸 總之朋友你會不會趁著 7月14號 7月上個禮拜的時候 網家不是跌停板嗎 295塊 這樣有沒有10張現賺15萬 如果200塊錢進場佈局 大賺110萬 六老師你有沒有天天跟大家講 天天跟大家報告 講到網家噴出到332塊 我們做股票是這樣子做的 好 那跌停板不是好股票的時候 懂得利空重壓大買 今天漲到310塊才跟你有關係啊 好 明天我們繼續講這段股票 我認為記憶體還有一些 你看著紅機出去了 你看著保護生出去了 那這些股本都很大 很穩健 但是 找到同樣理念的股票 難道我要等到保護生報個305年 漲一倍嗎 好 會員可能沒有辦法等那麼久 但是你看到保護生 有誰在這一個季度 就會領先反應這漲一倍 像噴出的波段 好 5月上前我跟大家講的是網家嘛 那還有其他股票 好 你還沒跳到股票的 我們新的股票的脈絡 都把它跳出來了 好不好 好 我們這個短期會員父親節的專案 記得來跟劉老師領父親節禮物 那這個88專案 月底要結案的一個內容 直接下去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祝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冷氣外泄 全非不見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部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咨詢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 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咨詢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不日 三省 湖山 三省 當然是三省 漢堡王讓你三餐都超省 超省79餐餐 經典美式火烤風味 全天四套餐 餐餐只要79 放心點 統統25元起 快到飯堡王 你應該選擇安全的方式 開車不分心 你我都安心 交通部關心您 過馬路 不當低頭族 腳步快一點 安全多一點 車讓路 人快步 生命有保護